歡迎收看TPS-20的影片 這段影片將跟各位說明和內塔程式第二版的概要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版程式的執行結果 如同畫面右方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一版當中 我們能將這個程式搬移的過程印製在螢幕上面 就如同綠色線畫的樣子 而這一版程式的目標是將每一個搬移步驟過後 現在三根柱子上的盤子擺放形形也同步來印出 這就是本程式的目標 那現在我們將直接看到程式碼的部分 在這段影片當中 我們會稍微簡單的來說明這個程式的各段落在寫些什麼東西 但是至於詳細的解說我們將留到下段影片 首先我們先從man主要程式看起 在man的第一張一開始一樣是叫使用者輸入總盤數 但是他使用的變數叫做total disc 來代表總共有幾個盤子 接下來會使用到top以及poor兩種陣列 這兩種陣列分別是代表說三根柱子 所以這三個會有012 兩種陣列都是012 那poor的部分主要是來儲存整個盤子上的元素形形 假設總盤數total disc可是3的話 他就會儲存這三根柱子的陣列 而top的部分是指說當前這根柱子上最上面的元素是多少 假設是321他的top就是指向這個最上面的元素 每一個最上面的元素 那這個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一開始沒有的時候 top12都會被設為-1 這是這個部分 那整個程式到這個-1 這一段都在做前置作業 就是讓三個盤子 假設你輸入3的話他就會擺成這樣子 到目前都還沒有做任何班1 這邊只是在做前置作業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往下看 我們看到第61行的部分 現在就要呼叫這個total disc 呼叫h函數 那h函數我們就找到下面 h函數就跟第一版的情形是一樣的 但是第一版的情形本來是只是印出這個搬移的步驟 但是現在他不是 他現在因為要印製這個搬移的這個過程 所以他呼叫了一個函數 就是move1 原本應該是跳來這邊 但是因為他正因要呼叫自己 所以最後回去 會先執行到ifn等於等於1這邊 所以他最後會實現到move1 當然下面也是move1 只是他的變數傳進去的順序調換的問題 好現在我們看到move1的部分 move1他寫在最 要寫在這邊 move1就在做搬移的過程 那傳進來的值 他利用這個 這個是自圓 他以自圓形式傳進來 但是注意看 因為他最後這個變數是整數的部分 所以他假設 所以a的部分 他其實是65 那減掉自圓a 最後也是會變成 自圓a都會換成整數的形態 所以都是65 那這邊c是67 所以他這邊其實是來判斷 他最後到底是在第幾根柱子上面 來做搬移的情形 那所以接下來下面 這邊分別就是在講搬移的過程 我們搬移的過程 是有一個柱子搬到另一個柱子 所以其中一邊會增加一個東西 所以會有加加topy的部分 那另一邊x就是要搬出去的地方 就會減減 但是在搬出去的地方 假設是這樣子 3 2 1 搬成 1的部分 那就會發生 將1搬出去的時候 這個他其實是複製一份 所以這個1會複製到這邊 但是這個1還在 所以等於0的時候 其實是把這個1清空 那清空之後 top1減減 他本來指向這邊 減掉後就變成指向這個元素 這是這樣子的作用 那接下來他一樣把這個搬移的步驟 印製在螢幕上面 就如同這樣子 A到C E到C 那接下來 木浮案 結束後 我們一樣 這邊地毀一直呼叫 一直呼叫 所以會一直用到木浮案的部分 但是 注意看到木浮案下面這邊還有個秀 所以每次 行完木浮案 還會只行到一個秀 那注意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是 城市有跑換過來的過程 但是還沒有印出來 這邊秀的意思就是 是真正要印製在螢幕上 這個只是 這個Cout 他是印第一板上面這個過程而已 那這邊 是在做搬運的過程 但是搬運完後 這個東西還沒有印在螢幕上面 所以就要靠秀來幫忙 我們看到秀函數 秀函數現在在這邊 好 我們看到秀函數 他就是在做一個搬運 搬移在印的過程中 那假設說這個東西沒有 他就印空白 然後反之他就把這個 當前的這個陣列中的盤子 把印出來 然後搭配下面的這個 橫線跟ABC柱的標示 那程式解析部分 我們一樣留到下一個影片 好 那整支程式其實大概只有這樣子 所以 大概只能分為四個部分 那以上是這個 核內塔第二板程式的 一個執行的一個概要 那詳細程式解析 我們留到下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就講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看